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菠萝包 端午節快到了 選水種是端午節其中的一種應節食品 在市面上買一種種, 閒閒地都要幾十元 貴不貴就見仁見智了 其實自己在家裡包種一點都不難的 自己包種是不是最擔心包出來的種有甲生米 又或者種爆了 今天這部影片我會一步一步跟大家分享 怎樣可以包出晶瑩剔透QQ彈彈的鹼水種 這部影片還有另外兩種口味的鹼水種做法 記得看看 泰國糯米500克用清水洗乾淨 糯米最好選擇獨立包裝購買 感應不會有其他米混在一起 再加入清水, 讓糯米浸4小時以上 浸過糯米就可以縮短煲種的時間 這次我用的竹葉是乾的 需要提前一晚把竹葉浸軟 如果你用的是新鮮的竹葉 就可以跳過這一步 糯米浸4小時後 把水倒掉不要 稍微把糯米磨乾乾水分 包出類的鹼水種 最終成品好還是不好 和糯米的質量是有直接的關係的 把糯米倒入玻璃大碗 再加入30毫升的鹼水 加了鹼水之後 你會看到糯米慢慢變成淡黃色 鹼水沒有加那麼多 加太多的話 包出來的鹼水種就會很苦 把糯米拌均勻 然後靜止一個小時 靜止是為了糯米可以更好地吸收鹼水 一個小時之後 加入一湯匙的食用油 然後拌均勻 加入食用油可以防止粽黏著葉 竹葉經過一晚的浸泡變得柔軟了 現在用洗碗擦 把竹葉的正面和反面都擦乾淨 竹葉洗乾淨之後 把頭硬的位置剪掉 和尾部尖的位置剪掉不要 把竹葉放進鍋裡煮五分鐘 這樣可以把竹葉消毒 和包裹的時候 竹葉不要那麼容易出洞 竹葉和繩都準備好了 我看到新鮮椰棗很漂亮 今天一於把椰棗做成簡水種的餡料 新鮮的椰棗四粒 把他開邊然後去除核和定 如果買不到新鮮的椰棗 可以用紅棗類代替 椰棗去核和定後把椰棗切細 再裝入攪拌機 把椰棗攪拌溶 椰棗本身的甜度已經夠甜 就不需要醉加糖了 在準備搓椰棗用之前 雙手放些糯米粉 搓的時候就不會黏在雙手 這些餡料的大小大概和湯圓差不多 摺進去準備紅豆餡 想知道這種萬用紅豆餡是怎麼做的話 可以看我這部影片 雙手先塗一點糯米粉 把紅豆餡搓完 椰棗和紅豆餡都搓完之後 放入雪季雪硬 種葉有面、底、領面 通常葉面比較光滑 底面比較粗糙 包種的時候 竹葉面會輕盛 這樣就不會黏米 如果竹葉是小的 可以用兩種來包 雙手手指公放在葉面上 其餘雙手的四指放在葉底下 摺出一個圓錘體 一湯匙糯米放入圓錘體 再用池筋挖一個坑 再放入紅豆餡 再加入一湯匙糯米 蓋著紅豆餡 糯米不需要放太滿 左手把左邊的葉向中間入面摺 然後右手把右邊的葉向中間摺 右手手指公放在要摺下的位置 然後把剩餘的竹葉摺下的米 當竹葉据好了米之後 用右手指公和食指 慢慢把剩下的竹葉往領子中間壓扁 最輕左手這邊摺下一個角 我們用繩綁種的時候 一定要把這條繩綁住最後收位 這些位置的竹葉 那種煲的時候就不會散了 綁鹼水腫的繩不需要把繩綁得太緊 不斷藍緊就可以了 種綁完繩之後 把多餘的葉剪掉 一隻三角鹼水腫就包好了 現在有另一個角度來做多次 雙手手指公放葉面 雙手四指放底面 往中間摺出一個圓錐形 將一湯匙糯米放入圓錐體 用匙羹畫出一個坑 將一粒椰棗放入這個坑 最加入一湯匙糯米 蓋住這粒椰棗 你又可以試一下這種包摺方法 左手抓住圓錐體尖的位置 然後由手直接把種葉摺下來 蓋住米 最粘左右領邊輕下摺 慢慢把剩下的粥葉往領子中間壓扁 最輕左手這邊摺出一個角 最用繩綁好它 為什麼包種的時候不可以加多些米 是因為種在加熱的時候 米會膨脹 我們如果給它們足夠的空間 無論米脹到多大 都不會震爆一點角 種綁繩繩之後 和一張多餘的葉剪掉它 是不是很容易 由一隻三角鹼水種包好了 接下來包完眉的鹼水種 原味鹼水種和前面領種的包法大同小異 原味鹼水種只會用到糯米 不會加入任何的餡料 今次的500克糯米 可以包到20隻鹼水種 最用繩輕輕地蒸這種藍實 記得繩不要綁得太緊 給多些空間給它 這樣包出鹼水種就會晶型剔透 就QQ彈彈的了 最後包選水種的三個貼士就是 第一糯米要充分吸收水分 第二包種的時候米不能加太多 第三就是綁繩的時候不能綁得太緊 正包好選水種放入壓力煲 加入水 水一定要浸過種面 用壓力煲五十分鐘 如果用明火的話要煲三至四個小時 五十分鐘後把種子撈起攤冷 蛋水種在吃之前放入雪茄冰一雪 以後凍食最好吃的 蛋水種配上蜂蜜一起食用 那種冰冰靈靈 QQ彈彈 你會一口一口吃 停不住嘴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訂閱和分享給你的朋友 還有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我七星片就會通知你了 謝謝